好 非常感恩我们这样一个复活节 这样一段时间一直在复活节的这个气氛当中 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那么所以呢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生命 得到这样的祝福和恩典 所以呢你对你身边的人说一下 你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对 对 对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由始而生 但是呢我想在在这个讲这个主题之前呢 神这两天特别的开启我们 要来思想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份救恩 好 所以呢先请帮我们放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啊 我们要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却常常忘掉 常常清看 常常还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样把这个恩典赐给了我们 我们常常得到这些外怨的 这些好处就以为满足了 然而主啊 要借着你今天来开启我们 你的爱是为了让我们要由始而生 死而复活 特别是要借着喜年 借着这样一个喜年的复活节 使我们的生命因为认识神的这份爱 以及他所设立的救恩 而有一个特别的突破和改变 主啊 让我们借着这个救恩 使这个基督的生命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天天的盼望 成为我们得胜的依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那我们请把这个经文继续放在这里 好 请把经文继续放在这里 就是说 你要思想 你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份爱 还是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何德何能 居然得到这份救恩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可能这份救恩呢 跟你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就好像 哦 得了个便宜嘛 白白的恩典 不要白不要 要了也白要 你知道呢 你真的是恩典是白白的 但是它会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 这个救恩 这个十字架跟你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 你会变得呢 只是要这些好处 但是呢 你却不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改变 你不能得到十字架救恩的最核心的部分 你只能得到一些 你可以得到一些礼物 但是你得不到这位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可以送给仁弟兄一个礼物 比如说我把这个水杯送给你 好 请你拿起 好 你拿起 我把这个 好 比如说我送给他 但是我跟你呢 你跟我再见 就是这样的 好 拜拜 好 就走了 OK 好 每个礼拜天呢 再来又给个礼物 又拜拜 那这样会 就是说你得的神的这个救恩也好 你得的这个祝福也好 你的祷告蒙垂听 你的工作 家庭 事业都很蒙福 也就是这个礼物 你可以每天来得这个礼物 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神太慷慨了 他太有恩典了 没有问题 神可以一直这样给下去 但是你没有得到神 这里边是有个本质性的区别的 你得到的礼物 绝不代表你得到了神自己 极令你的祷告蒙垂听了 但是你还是不一定得到主耶稣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由始而生 所以你要来思想 那你怎么样能够真的是 跟神的这份救恩 开始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接触 开始有一个深深的一个关系呢 你必须要思想神的爱 就是我们刚才的经文讲到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大家跟我说 神爱世人 好 还可以加上 我们是不是世人呢 是 就是说神爱我 来一起 神爱我 神爱我 好 把那个经文打出来 好 好 还是 好 把那个世人呢 变成我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神爱我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 叫我信他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阿们 好 那你知道神爱你 包括所有的世人 那你还在想 那神爱谁都爱嘛 那神谁都爱 好像也不觉得这个爱有什么特别的 好像 神谁都爱嘛 神爱世人嘛 确实是神爱世人 神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神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是不是 你看 这个就是讲到神的那个普世性的爱 绝对的爱 阿嘎培的爱 超越的爱 无条件的爱 所以你要思想这件事情 好 第二个经文出来 好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好 现在开始跟你有关系了 现在开始跟你有关系了 好 我们请放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思想 这个爱会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要把神的救恩 跟你个人联系起来 跟你个人联系起来 因为呢 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好 我们开始一起来读 请 请把下一节也打出来 好 第九 第十节 好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到了这里你就看见了 你是被拣选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范围已经缩小了 是不是 刚才是说神爱世人 包括信的不信的都爱 把他的爱子就给了世人 谁信他 谁就得永生 那你想跟你还没有关系 现在开始跟你有关系了 我们把这个经文 好 九节十节 读出来 这个范围开始缩小了 开始缩小了 就是 唯有你是被拣选的 被拣选 被拣选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神看中你了 看中你了 好 继续来读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成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好 阿们 那刚才看见唯有你是被拣选的主类 这个就看见了 被拣选的话呢 是神看中了你 然后呢 神就开始透过他的儿子看你呢 是君尊的祭司 你看这个时候开始范围已经缩小了 缩小到一个地步 就是拣选 诗人呢 还包括那些没有被拣选的 但是呢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就开始不一样了 开始跟你自己有关系了 开始跟我有关系了 所以你就说 唯有我是被拣选的主类 好 我们一起来说 唯有我是被拣选的主类 你看见了 或者是唯有我们 再来一遍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 如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 我们看见这个范围 好 继续读 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成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阿们 开始跟你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了 好 放上一节经文 好 就结 好 我们看见 简选的意思 所以简选 就已经出来了 简选就开始跟你 一定有个人性的关系了 所以简选在 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呢 是指 看重了 选重了 厌重了 并且是 是卓越的 你是出重的 是优秀的 是卓越的 因为神已经透过 他的儿子在看你在 你已经 因为你已经成了 属神的子民 神就已经透过 他的儿子来看你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每一位 都是被选重的 都是被选重的 都是被拣选的 好 那你在这里的话呢 你就开始来思想 思想什么呢 神的爱 神在这个救恩的里面 神是整个救恩的 一个设计师 整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有一个设计师 有个设计者 设立者 他是谁 他是天父 救恩的整个的设立者呢 不是耶稣 是天父 是天父 那么成就的呢 是耶稣 主耶稣来成就 但是设立这件事情 是阿爸天父来设立的 阿爸天父 为什么要设立呢 就是因为 他爱我们 又选重了我们 由此 你才对 主耶稣的 这个十字架的 这个恩典 你才知道 哦 原来是 阿爸天父 为了爱我这个人 选重了我这个人 就借着他的儿子 为我做成了 这一份的救恩 那就开始 跟我们自己 息息相关了 开始 息息相关了 那就不一样了 那你开始 生命就开始 跟基督建立关系了 你再不是一个局外人 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世人 你是被拣选了 就开始被拣选了 好 那 所以我们有不有福啊 有福 所以大家跟着我说 大家跟 对 就说 我是蒙神大爱的 大家跟着我说 我是蒙神大爱的 我是蒙神怜悯的 再来 我是蒙神怜悯的 好 我是死而复活的 好 对你身边的人说 你是蒙神大爱的 你是蒙神怜悯的 你是死而复活的 好 对 还对他说 你是神的宝贝 你是君尊的祭司 你很重要 好 对 好 我们这样的宣告 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跟基督的救恩 越来越靠近 你靠近的不是他的一个礼物 你靠近的就是这位救赎主自己 靠近的就是爱你的这位 伟大的一个神 你要靠近这位天父这位神 你要靠近这位主 你要靠近他的本体 而不仅仅是靠近他的一点好处 那你要如果只是得了一点好处 然后把这个神没有得到 把主也轻看了 那你就要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你今后的损失 会是个永远的损失 所以盼望我们今年 因为我们也是在进士祷告的里面 借着这样洗年的恩高 我们看见神对他话语的开启 越来越深厚 看见圣灵运行有一个目的 他一定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神的恩典和好处 而是在那以外还有神自己更宝贵 他的生命更宝贵 你只有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宝贵 你才可以真实的来有始入生 你才可以真实的进入这样一个 主耶稣复活的这样一个生命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以夫所书二章一到六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请 你们使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阿们 好 请把这个经文就这样 放在屏幕上 就不要关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的经文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见 看见什么呢 看见了一个关键字 看到两个关键事 一个是死 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你看一个死 一个是活 看到两个关键字 那 那你在回想耶稣 在定十字架 在走向哥哥他 这个过程的时候 那么来说 有两点至少你可以思想 主耶稣 他在这一 一个走向哥哥他 定十字架的整个的 全部的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是替谁去做的呢 就是说 他是来代替我们 本来呢 这个过程是该我们自己去受的 因为 因为罪的刑罚就是死 所以 主耶稣在走向哥哥他 整个的实在的过程当中 他所经历的一切 是替我们担当的 也就是说 本来这个 这个重担 应该在谁的肩上 在我们的肩上 就是说 他担当这个罪孽呢 本来是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 他受鞭打 他受羞辱 他受刑罚 他被定死 他受这么多的折磨 本来是该我们来受的 你说我没有受啊 我活在地上好好的呀 你知道还有个地狱吗 如果人不是因着信耶稣 你在地狱的里面 受到的刑罚 是比这更重的 因为它是不停止的一个刑罚 所以我们要来这样思想十字架 我们思想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要看见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 会有一个结果 你要使得神 十字架的救恩 跟你建立关系 这位救主就跟你有关系了 所以第一个层面就是 他所担当的 本是我们所担当的 第二个层面呢 那么你就知道 就是你第一个层面 本是我们担当的 就被他代替了 被他代替了 所以他是一个替罪的羔羊 本是我们的 结果呢 他担当代替了 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 开始跟我们有关系了 好 第二个层面 我们看见的 当时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 罗马兵兵打鞭啊 给他定死啊 那些当时的犹太人啊 包括这些大祭司 他们就是异口同声 就是要定死他 释放人心里边那些 很深的罪恶 这样的光景 当时是谁 把主耶稣 定在十字下上的呢 就是全人类的罪 你可能说 我没有那么严重的罪 如果我在场啊 我肯定不会去 这样定耶稣的 我肯定不支持他们 我肯定会 反对这件事情 那不是你这个人 在不在场 而是我们接着 在一个罪的罪信的里面 我们所做的 我们的恨人 我们里面 我们那种恼恨的心 恼人的就是杀人的 如果我们的里面 还有那样的恼恨 还有这样的奉恨 我们就是杀人的 就是在定主的十字架 就是在定死他 你虽然不在两千多年前 那个现场 但是人类的罪 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 我们对我们的 身边的人 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里面 有多少的爱 多少的怜悯 还是很多的这样的拒绝 冷漠 所以那个全人类的罪 在这个场景当中 你可以找到 你的那点影子在这里 那个影子 不是指你这个身体的影子 是你那个灵里的 灵性当中的 这个罪性的影子 都在里面 所以呢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要思想的 所以神的救恩 跟我们这个关系 是极深切的 也非常的真实的 那你再看看 天父所做的 天父所做的呢 就是说 我不计算你的恶了 我把我的儿子 为你舍掉 因为什么 因为神选中了你 因为神爱你 他把他的儿子 为你舍掉 那我们 我们有没有经历过 这个 失去这个儿子的 这个痛苦 有没有人 我相信很多人 不敢想象 不能想象 不能想象这件事情 你的小孩子 你的小孩子要是手呢 稍微碰破一点皮啊 马上就要去 窗壳梯啊 喷这点药啊 不行到医院去打破 伤风啊 你看 你看我们 对我们的儿女的 这个爱 是何等的 细小 何等的 细微 一点点痛苦 都很难忍受 但是你要思想 天父 他为着爱你 他把他的儿子 就是这样的 活活的舍掉 活活的舍掉 你就在思想 他跟你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 经历主的这个 有始而复活的 这个实价的 救恩的时候 我们要把自己 放进去 你要把你放进去 你不要把它 看成是一个 历史的事件 两千多年前 发生的 今天再看一下呢 再看一下呢 就是让我能够 更多纪念主 这个是好的 但是呢 你要说 跟我自己 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感觉到 关系 就是一个 我就可以 不下地狱了嘛 我就可以 得永生了嘛 这个关系 还只是一个 一个层面的关系 还有更深层面的关系 更深层面的关系 你一定要认识 阿爸天父 是因着爱而做 爱你才做成 这件事情 他因着爱你 他就呼召你 来跟随 他的儿子耶稣 你才有可能 真实的 有始 而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什么叫死在 罪恶过犯当中呢 你说我没有死啊 我没有死 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死的三层含义 死有三层的含义 死的第一层含义 就是生理上的死亡 医学上就可以界定了 很容易理解 第二层含义 是一个我们今天 要讲的一个重点的方面 灵性上的死 不是看吗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灵性上的死 灵性上的死 你说我的灵性 我的灵性没有死啊 我已经信耶稣了 我已经有永生了 灵性 什么叫灵性上的死 灵性上的死 是指神创造人的时候 给人吹了一口气 让他里面有一个灵性 这个灵性是用来与神相交的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跟神的灵 相交了没有啊 有的人 我听到很多人说 哎呀 神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 我很爱神 神很爱我 但是具体的 不知道 具体的 可见我们的灵呢 还是一个沉睡 还是一个很沉睡的 那么这里 灵性的死的意思是说呢 人因为在罪的里面 跟神就开始 有一个距离 跟神就不能来往 跟神不能来往 但是呢 你借着信耶稣 认罪悔改 你开始 神给你这个灵 你开始跟神有来往了 但是你说 我跟神的来往 还是不能够从灵里 有多深的感受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 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如果你今天 跟神的来往 还是很肤浅的 很表层的 那你要好好地 起来追求 要好好地 起来追求 因为呢 因为你这个灵性上 才是我们 由死而生的 最关键的部分 当然我们的肉身 将来也是有复活的 甚至我们可以 活着被体 那是指 肉身的部分 但是灵性的部分 是我们 我们的基督信仰 由死复活的 一个核心部分 核心部分 你开始可以 感受到神的同在 感受到 神给你的启示 神给我们的同在 你能感受得到吗 神的同在 就是他属性的彰显 神的爱 进到你的心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感动得要流泪 大卫 大卫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核神心意的 而大卫在神的面前 他是常常在主的面前 流泪敬拜的 所以我们要思想 我们在神面前 有多少的流泪敬拜呢 这个就是 检验你的灵性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透过我们的 理性来 思想神的话语 遵行神的话语 都是好的 但是唯独灵性 是指我们跟神 来往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部分 所以灵性就是包括 人里面的良知啊 他的直觉呀 他的良心部分 还有他里面的人 Inam 就是保罗讲的 里面的人 有多少的时候 你能够看见神啊 你在属灵的意向 启示 一梦 方言 你跟神的这样一个相交 有多少呢 我们在灵的层面 跟神的来往 是多还是少 是浅还是深 是有还是没有呢 这是我们要 好好地来追求的部分 这是要你来追求的 是要你来渴慕的 因为我们今天 是已经出使入身了 我们的里面 已经出使入身了 好 那你谈到灵性上的事 动物是没有灵性的 动物是没有灵性的 他只要抢着吃 他就抢着吃 他不会有良知的那种 那种感受力 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的里面 对神的同在的感受 还是那么样的缺乏 那你要为这个来呼求 你也要为这个来悔改 因为我们太在乎 这些外面的恩典和好处 甚至我们的服事 也常常是在外院里面服事 我们对这位 这位属灵的神 因为神是灵 神是灵 我们对神这位灵 这位灵的神 那么样的陌生 不感兴趣 这是你要悔改 也是需要你来呼求和渴慕的 这也是我们里面 能够真实地得到神的一个部分 你能从核心上得到神 就是神是灵 圣灵是神 神是灵 你要为这个事情来呼求 不能让你的灵再去 死亡是我们都脱离死亡了 但是可能还在沉睡呀 所以大卫说 诗篇二十三篇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是我的灵苏醒 你的灵要苏醒 你要来更多的来敬拜神 你要极力的来敬拜神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清静等候神 神必向你显现 对你说话 给你启示 异象 带领 祝福 把这些 从这个 神儿子这个 一个救恩的核心的部分 一定要借着圣灵赐给你 使你的灵不再沉睡 神的灵不再此顿 这是我们的核心的部分 所以呢 谈到由始而生 就特指的就是 特别指到的就是 灵性上 离弃罪恶 开始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开始对神的同在 有感受力 有渴慕 有喜悦 能享受 就像我们今天等候神一样的 你开始感受这位 在你里面的耶稣 这位神 你就是一个真实的出世入神 还有一种死是 永远的死 永远的死是指 永远与神分离的一种痛苦的状态 比如说神的国 神的国 你今后如果不能在神的国里面 可能会在 比如说就是不信的人 他会有地狱 永远的火 为他预备 还有各样的 黑暗的里面 哀哭怯辞 这些都是与神隔离的一种 永远的痛苦的状态 实际上主耶稣 他在十字架 他走向哥哥他 整个的过程就是 就是一个死亡的一个 在人面前的一个展现 一个展现 就是一个永远与神隔离的 在这个永远的刑罚当中的 一个在人间的一个展现 所以这是需要我们知道 所以永远的死 对我们一切信耶稣的 都是不存在了 我们脱离了 那个罪的刑罚 脱离了那极重的刑罚 都已经脱离了 但是我们有可能 在灵犀上还在沉睡 好 那为什么原因呢 可能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呢 就是当时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会有一些原因的 好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也就是世界的潮流 当今的风俗呢 有什么呢 有物质主义 世俗主义 消费主义 人本主义 这些 这些 如果是在这样的里面的时候呢 随从今世的风俗的里面呢 他里面有个核心 就说不需要神 不要神 不要神 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温哥华 还是个很好的城市 空气也很好 各样也很享受 食品也很安全 水也没有污染 也没有雾霾 我们在这里好好的享受 好好的在这里享受物质 享受这样的 这样的休闲 消费 我们好好的来享受 好像没有神 我们也过得其乐融融啊 你看 这样的情形 它导致了一个结果呢 就是让人不需要神 也能过得好 但这是一个谎言 不需要神 也能过得好 我告诉大家 是一个极大的谎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 你所依赖的这一切都要被震动 所以呢 我们前不久 这个听 看到 看到 微信上的信息讲到 温哥华地区的地震 北美的专家已经研究出来了 这个地震带 其中也包括温哥华 三百多年都过去了 是会有一些强烈的地震 可能随时发生 你看 神要震动 神要震动 我们所依靠的这个 不要神的部分 都经不起震动的 所以呢 赶紧把我们的心转向神 让你的灵要向神苏醒 你要向神活过来 来寻求这位主 来跟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并且你要相信他 一定会引导你 胜过一切的患难 而不是我们人所做的事情 来胜过一切的患难 只有来依靠这位神 这是一个危险的方面 第二个危险的方面呢 就是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那么 那么我们知道 最上面一层天是神掌权的 第二层呢 是魔鬼撒旦掌权的 第三层呢 就是我们这些 人在自然界里 这个 我们 有一定的权力来管理的 物质界 那么来说的话呢 如果人 不能顺服 我们在上面的神 不能顺服主的灵 不能顺服神的带领 反而去顺服这些 在这个 空中掌权者的 悖逆之子的邪灵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不要神了 那个就是开始远离神了 所以呢 你说我现在已经没有远离神了呀 我都不 我都不拜偶像啦 我都是 可爱神了呀 是的 这样非常好 但是我们的里面 是不是还有你的一些 特别不能拿出来的 交给神的呀 你还有什么 是一定要自己抓住 不能信任神 能够接管住的呢 那个就是你里面的偶像 我们的里面 是有偶像的 在这几天的 在这段时间 禁食祷告的时候 神给我看见 我们的里面都有 都有垃圾 有黑暗 有那个很厚的那个油 都蒙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你要特别的要求神 来开启你的 你有什么是你抓着 放不下的 你有什么是你看的 比神还要重要的 有 可能是你的孩子 你只要一谈到孩子 唐虎色变 孩子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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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被这个 恐惧抓住 或者说你谈到那个 那个经济上 哦怎么样 经济怎么样 经济怎么样 你看 无意当中就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里面 那个很惧怕的部分 常常是有偶像在里面 有一个窝在那个地方 你最惧怕的 你最为之愤怒的 常常有个黑暗的权势 在这里 你要求神光照 要把他除掉 否则你就是顺服他 就是我们一直就顺服这个偶像 服侍这个偶像 你说我没有服侍偶像啊 我告诉你如果你的里面 当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开始一直的害怕 你就在服侍这个惧怕的邪灵 他只要发生一件事情 让你惧怕 你就要乖乖的惧怕 你知道吗 他让你碰到一点事情惧怕 你就又惧怕好多天 你就在服侍他 这个仇敌他就让你惧怕嘛 他只要释放一点事情 只要你对他有这样的妥协 对他有这样的关系 只要你心里有看中的一件事情 你就是在服侍他 那个黑暗 那个权势就很满足 你看 这都是基督徒 我只要释放一点事情 他就要服侍我 为什么 惧怕嘛 惧怕的灵 他就希望你惧怕 你惧怕就是给他饭吃 你惧怕就是给他饭吃 就像你的里边养了一只大老鼠 你一直给他吃 他就长又肥又壮 在你的家里也不跑 为什么 在你家有吃有喝 为什么 你就越来越 你一直惧怕 一直惧怕 惧怕的那个仇敌在你的里面 就越来越肥壮 越来越肥壮 最后呢 你就被他控制 我们还有什么惧怕的都来 征战得胜 所以大家 每个主 主日也好 我们学习内在生活 你一定要好好操练 赞美 征战 等候神 让你里面一切的 一切的这些黑暗死角 都要见光 都借着征战来 把他赶出去 不让仇敌在你的里面 有任何的地步 这个是需要付代价来征战的 好 第三个危险呢 就是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的喜好 和心中的喜好去行 当然这主要是指着 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 可以说是这样在罪的堕落当中 生活的一种光景 在一种光景 那么 比如说今天的色情业 毒品 赌博 等等等等 一系列一系列的状况 都是余生隔绝的 都是余生隔绝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神的慈爱 神的怜悯 祂要把我们救出来 祂的慈爱 祂的怜悯 要把我们救出来 好 我们来读 以夫所书三章十八节 好 以夫所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来看看 神 祂是如何用爱来这样的 来帮助我们 进到一个 尝阔高深的爱 好 一起来读 能以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等尝阔高深 阿们 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胜过罪恶 是有秘诀的 是有秘诀的 你要不掌握这个秘诀 保罗也胜不过 所以保罗他起初就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取死的身体呢 立志行善 有得我 心出来有不得我 这个是不能作为 我们的理由的 你作为这个理由 你如何得奖赏呢 就是 就是我曾经和有一些 比较传统福音派的 一些弟兄姐妹在交流 你就看到他特别软弱 他就有一句话就出来了 我真是苦啊 保罗也就这样 我也这样 我也软弱了 我就认账吧 然后就缴械投降了 他的生活 他的服饰 就一直处于极其软弱的状态 他也以此为满足 他也不再想突破了 但是 神今天要告诉你 给你一个突破的 一个秘诀 就是你首先要来 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 常阔高深 也就是说 你思想一下 你做一件事情 是因为 爱 去愿意做呢 还是仅仅是 因为一个 惧怕去做 给你动力 是因为爱 去做给你动力 还是因为惧怕 给你去做 有动力呢 爱 所以保罗 当他后来认识了 基督的爱以后 他就说 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我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借着 这样一个 我们这样一个 复活节 我们这样一个 喜年 你要在你的里面 要对神的认识 要有一个 更丰富的开启 否则信主时间 越来越长 就慢慢变成 一个宗教徒 你借着 对神的爱的 这个更深的领受 更深的体会和经历 原来基督的爱 来激励你 你就可以奔跑 前面的路 你就很愿意 来照着神的话 去做 你就开始进入 得胜者的行列 你就开始 真的是 由死而生了 其实很多基督徒 他死倒是脱离了 但是他也没生 那就是不死 不死不活 不冷不热 就是这样的 软弱 那个是 那个光景 是不能 很长时间那样去 很长时间那样的光景 那你的喜年 你没有预备 你对主再来之前 还有一个 还有 大 要迎接大收割 还要迎接 还有一个大灾难 我们还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检验 要领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你的里面是金银宝石呢 还是草木和节呢 必要过这一关的 所以让我们来 借着神的爱 来领受 所以你如何领受神的爱呢 你就来 思想耶稣的十字架 他如何从克西玛丽园 走向了各个他 你要常常的来思想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历史事件 历史故事 或者一个神学的教义 或者是一个电影 你要想的 这位爱你 爱你的天父 把他的儿子赐给你 因为主耶稣 他当时呢 整个的经历这个过程 就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 他就问父 这个杯是一定要喝吗 那父说是要喝 他就喝 他是很甘心乐意的 他是基于对父的 这样一个信任 记着对天父的 这样一个爱的信任 他说 父说让我喝 我就来喝这个杯 喝这个杯 实际上就代表受苦的意思 如果 你就看到主耶稣 他怎么胜过 这个十字架的这条路的 他是借着跟父的 这样一个绝对的一个 爱和信任的一个 安全感的这样一个 完整的一个关系 让他成全了这条路 那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你要借着你跟主耶稣 要有一个爱信任 一个完整的关系 你才能胜过这 你生命当中的十字架 也就是 所以为什么今天 神要呼召我们起来 做心腹 我们不光是要做 天父的儿女 做天父的儿女 非常的重要 你要知道 阿爸父对你的爱 把他的儿子给你了 那么你开始跟耶稣 有这样亲密的关系 你就开始经历 耶稣的这个爱 因为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个方面是对阿爸父的 一个爱的回应 一个绝对的信任 所以当他开始受鞭打的时候 他在那里 他仰望天空 他对他的父说 他说 父啊 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 有没有人听到这句话 听到了吧 听到了请举手 你听到了耶稣 他说 父啊 我的心预备好了 听到的人还是很少 你要再重新来看这个影片 要看这个耶稣受难记 你要重新看 也就是主耶稣 他不是被人抓来这样做的 他是自己就愿意的 他不是说软弱无力 被你们这些人来践踏的 No 他是全能者 他是神 他是借着一个 在父的面前的一个 对父的一个爱的回应 他说父啊 我的心预备好了 你既然让我喝这个杯 我就来喝 我相信你 对我安排的这一切 都是最好的 为了使他成为基督 成为万王之王 那你今天你要想 你人生的十字架的功课 如何来面对呢 你要开始跟父 有个爱的回应 开始跟良人耶稣 有一个爱的亲密 你只有借着 在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 你才能说 神啊 我的心预备好了 如果你的心没有预备好 这条路你不要上 一定败下阵了 我对我自己就是 我从前刚这个 在操练内在生活 很早期的时候 我跟神同在非常强 我觉得我可以经历一切 常常得胜 而是后来慢慢慢慢的 好像慢慢的这个 好像成为一个 一个过程啦 不是里边那个爱啦 不是跟神那个爱的亲密 我就开始 我的软弱开始不断地显出来 那我也相信神是要提升我 让我的软弱 更多地显明出来 好让我更多地来抓住 神的爱 你只有更多的爱 才能更多地得胜 而不是说 给你更多地要求 你能得胜 这是我们 要在 你今天你要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强阔高深 你才有可能 过得胜的生活 你才可能 让你的里面金银宝石 能够长出来 金银宝石代表什么 代表产业 金子银子 钻石宝石 你要是很多的钻石 你真的不敢放在家里 你要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你要有很多的金条 你不能放在家里 因为别人一打结你就没有了 都存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为什么 它是你的产业 神给我们每一位 都有这个产业 所以神说 你的工程 要做成金银宝石的呀 他包括我们自己主观上 个人层面 你的里面的 金银宝石是什么 金子是代表神的属性 你的里面有多少 神的品格在你的里面 基督的性格在你的里面 基督的谦卑柔和 有多少在你的里面 金子代表神的属性 银子是代表价值 你每一天过的 真的是不是在神的国 你被神记下来 今天你过得很有价值 你今天一天 都是做的 神让你做的 神记录下来 有价值 宝石是什么 宝石呢 你是神的一个荣耀 神的荣耀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 你天上的银行的金银宝石 就是决定你今天 你的里面 有多少的基督 你有多少的基督 你一定要多少基督的爱 你有多少父的爱 多少基督的爱 你里面才能有 多少基督出来 这是不是靠自己 咬牙切齿做出来的 绝对没有 你看主耶稣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第一也没有咬牙 第二也没有切齿 他一直说 父啊 饶恕他们 他的里面 一点点 那个 那个 愤怒的表情都没有 没有意思的愤怒 愤恨 没有 这就是他里面 就是看见神的 那个金银宝石 神的那个品格的荣耀 就在耶稣 整个的死下来的过程 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不是说 被动的 被强迫的来受苦 他乃是神爱的一个 全然的彰显 他显明出来 你要来好好思想这件事情 使得你的里面 可以有金银宝石 你可以有产业 那你的服饰 也可以带出金银宝石 怎么知道 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 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他们就看你有没有 金银宝石 你有了 他们就跟着 他就有了 你的小组 你的 事工团队 他就看你呀 每个人彼此都会看啊 你释放出来的 是金银宝石 他就领受金银宝石 他领受了 他也可以释放 金银宝石出来 我们就有产业 就有产业 如果你释放的是草木和节 什么草木和节啊 血气 老我 滋我 不论是你的生活 工作服饰 那就是草木和节 可以 可以建一个房子 建个茅草棚起来 我们的里面可能 建了一个茅草棚 只要一根火柴 全烧垮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一天的 我们一生的生命 每一天 每一地 你真的在神面前 你要有个渴慕 你就神啊 帮助我从今以后 我每一天都要来 来建造金银宝石 在我的里面 在我的家庭 在我的服事的 在我的工作 否则一天天就浪费过去 就是积累的就是草木和节 所以这个就是 初始入生 那你的动力就是爱 动力就是天父的爱 动力就是基督的爱 并且会带下很多的医治 在你的里面 所以我最近跟神 有一个很深的医治 就是在神的面前 等候敬拜 我就说 神就说 我这么爱你 你还什么担心呢 我说神你真的这么爱我吗 我说我自己对自己都不爱 我对我自己都没有那么爱 我常常自我否定 常常怀疑自己 常常也拒绝自己 也自我形象 也不怎么好 也没有很多的自信心 常常容易紧张惧怕 我考那个驾照 其实我的技术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就紧张 我考第三次才考通过 其实我都已经 那个教练说 你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一紧张 一个stop就没看见 而stop也开过去 其实你看 就是 其实已经是很好了 但是里面 不认同自己 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说神啊 我说 我说我不相信 还有谁 我说我对我自己都不爱 我说你让我知道 你这么爱我 你要证明给我看 神就说 你看我的儿子 一点一滴的 都是为你做的 神就把我带进 十字架的全部的过程 圣灵就一直说 这也是为你的 这也是为你的 每一样都是为你的 如果不为你 这些也都是你的 这些重担刑罚 也在你身上 所以我让我的儿子 为你一样一样的承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感觉到了 神啊 原来我也是在罪人当中 来鞭打你的 我也是将你脸 吐吐没 羞辱你的那一位 然而你都饶恕 都赦免 都给了我一个 无条件的一个 一个接纳 我才开始知道 神啊 你这样爱我 我相信了 我也愿意来接受我自己 因为我们若不接受自己 你若不能够接受自己 你也不能接受神 你也不能接受 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你可能透过你的责任 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不能透过爱来做 责任所做的没有价值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第一到三节 讲得非常清楚 你不论能做什么 你能移山 你能天海 你能万人的方言 你能焚烧制 你能变卖所有的给穷 但是你如果没有爱 你所做的没有益处 徒劳无益 毫无益处 也就是说 做的都是草木和解 你这样一算下来 我们里面一生做了多少的草木和解呢 一大半都是草木和解 因为不是在爱的里面做 没有爱 为什么 没有领受神的爱 所以盼望我们借着这一次的 我们这个 这次的复活节 盼着盼望我们对主十字架 这样一个旧恩的一个 一个 一个爱的一个开启 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 以至于我们 真实的可以接纳我们自己 接纳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借着神的爱 来进入神给我们的呼召 所以神给我们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就是 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好 马可福音的 好 我们最后 我们也来读这个经文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 也就是说 你就进到这个最大的呼召的里面 你就开始不一样了 你就开始进入金银宝石了 你要在这个地方 你要付代价 你付代价来真实的领受神的爱 领受神的爱有一个秘诀 有一个秘诀 跟我们的价值观是相反的 我们人认为领受神的爱 就坐那里 神啊 你来爱我吧 那只是要好处 好 我们来讲 还有前面几节吧 前面还有 大概有几节 应该从二十八节开始 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 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有一个文士来 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的好 就问他说 见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好 再往下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信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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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没有比这两条 借命更大的了 阿们 那 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呢 讲到这里呢 就是说 你要进入一个 进入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 你的里面开始有基督的生命 你是要 由始入生 死里复活 你要有个起点 你从哪开始呢 就从最大的 借命开始 因为再没有 比这两条更大的了 你就从这两条开始 你什么时候偏离了 就什么时候要回来 什么时候偏离了 就什么时候要回来 这个是你的根基 这个是你的根基 那你在想 哦 这是 又有一些要求了 又要我们来尽心啊 尽心啊 尽意啊 尽力了 爱主啊 你看又有很多事给我们了 好像又有很多的要求来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爱怎么得着呢 是透过你要来爱神才能得到 这个呢 跟我们常规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常规的思维就是 神啊我在这里 你来爱我吧 我等 哦 不错 你等也是很好的 但是还不够 你等呢 只是被动的等待 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一份 是要借着我们来渴慕他 追求他 你才能得到 神给我们这一份爱 是借着你在爱神的时候 你才得到 神其实找到给我们了 很多 今天讲的神爱世人也好 今天讲的你们是被捐选的 族类也好 都是神已经主动的做了很多很多了 但是因为人一直在被动的里面 你就领受不到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诫命 就是你要起来 你要起来 你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的注意力要转向神 如果神只是给你就被动的领受 神只是给你就被动的领受 就像我们的孩子在家里 什么都是翻来张口 一来伸手 一切都是OK的 稍微不顺心就不高兴了 他得到父母的爱 没有得到了 但他对他生命有没有帮助 没有 因为他的注意力 他的焦点都在自我的里面 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是宠儿 但是这样导致的结果 在溺爱的里面 带出的就是浪子 或者是那些无聊之辈 那我们的里面 就是有这样天生的软弱 所以神说你要尽心 意思是说 你的注意力要过来 你的焦点要过来 如果你的注意力和焦点 不转向神 神给你再多 那你也就是一个上帝的宠儿 但是你的生命 没有金银宝石啊 你只有得到今生的恩典和好处啊 带不进永恒啊 没有产业啊 你的理念没有基督啊 所以神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 就是说 你要是个命令 你看 就是讲的诫命 是一个命令 所以整个的焦点 你要回来 回到这个最大的诫命 就是要来爱神 怎么爱神 尽心就是你的情感 要献给神 那个心就是heart 它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情感 你敬拜的时候 你敬拜的时候 你的心啊 要来 你的情感要向神释放出来 你的热情要向神释放出来 这个就叫尽心 我们很多人 敬拜的时候 好像那个就是属于那个 好像那个 不冷不热的 那你就没有尽心 因为你的注意力 你的焦点都还没有出来 所以呢 这是我们最大的焦点 就是你要从这开始 作为你的原点 你要回到这个原点来 爱神 当你开始爱神的时候 神就必然爱 你就必能得到爱 因为神已经应许 若有人爱我 我必爱他 我父也爱他 我也爱他 并要向他来显现 你就开始可以看见神了 你就开始看见异象啊 异梦啊 你开始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你领受启示 你领受那些属灵的 永远的产业 你不要只满足在地上 得到这些 这些外怨的好处 这些都带不进永恒 就像财主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 比骆驼穿过睁眼还难 财主进神的国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的 特别难 因为被精神判住了 所以求神改换我们的价值观 你开始一个真实的来 主动的来爱神 就是把你的焦点 注意力 凡事都转向神 神的爱就进到你的里面了 就像我们让我们的孩子 你要来孝敬父母 来尊敬父母 来向父母感恩的时候 他说 原来我能够吃这么好 穿这么好 住这么好的位置 真的是我父母 为我付了代价 我真的是要开始 感谢我父母 如果你一直让他 在一个被动的里面 他根本就觉得 是理所当然的 他里面不可能 一个真实的 一个孝敬父母的心 会长出来 他就必不蒙福 因为蒙福的人 一定是孝敬父母的 一定是个主动起来的 所以神对我们 开的这个秘方 是要我们先要主动的起来 爱神 神就必然爱你 神的爱进到你的里面 你开始能够爱人 也能开始爱自己了 这个是不容易的 如果这个很容易 就不用做最大的诫命了 爱自己是不容易的 知识不等于爱自己 你能够真实的接纳 自己的软弱 失败你的真相 你就可以接纳 你身边的人 这个叫爱自己 这个叫爱人如期 那我们生活就开始 真的是越来越 有神的同在 所以要为这件事情 来祷告 好 我们感谢主 好 我想请大家起立 好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然后我们来 为我们今天 这样一个有始入生 来爱神 并从神的最大的诫命 开始进入一个 与主同行的 在地如同在天的 一个生命 来祷告 好 那我们讲章当中 还有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回去去看 那我感觉到 今天圣灵感动 我讲了一些 更多的一些 讲了一些新的内容 在我们中间 我觉得是神对我们 有个特别的恩典 在我们中间 好 我们可以一起来 做一个祷告 好不好 请每个人来开口 为着你今天 如果圣灵 对你有什么感动 我们都可以来开口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是的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要向你来 认罪悔改 为着我们对你 十字架的爱 那么认识的 那样的肤浅 那么样的简单看 那么样的 一个淡化 主啊 我们向你来 认罪悔改 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注意力 常常不在 神的爱 不在神的 大诫命的里面 主啊 在各样的责任的里面 我们就变成枯干 在自我中心的里面 我们就开始 远离神 我们向你来 认罪悔改 求主你的保血 来涂抹 洁净我们 让我们要 借着天父的 对我们这份 无条件的爱 借着我们的 主耶稣 对我们这样一个 舍命流血的爱 使我们的焦点 借着神的爱 再次的 与三位一体的神 来对齐 并借着神的爱 我们来真实的 可以接纳我们自己 接纳我们身边的人 真实的来 爱人如己 就求主把这两份 最大的诫命 借着今天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这样一个 有始而生的 这样一个祝福 借着从神的爱 来起步 必要结出这样一个 金银宝石的 这样一个工程 结出这样的 生命的果实来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们请有感动的 可以带我们 有一两句的祷告 然后可以把四哥 放出来 好 我们有感动的 可以带我们 有一两句的祷告 好不好